雷尾聊斯靜 甜蜜的個心 大家好 我是雷尾 今天要來看曲折羅倫對上達魯P圖人 這場比賽是TCI的地圖 那這張地圖應該是 看不出來是什麼地圖 很像韜金草的中間版本 旁邊一樣是有海 左邊有黃金 上面也有一點點 所以也不是全部都在中間的位置 而且這張地圖跟阿博有點相似 一樣有這個主金跟附金 而且路的話是四條 比較多一點 那地圖上來說看起來 跟一般阿博非常相似 比較特別是中間這個魚群 還有這個金礦的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文明 那文明的部分呢 是VIPER選擇了Trizzer羅倫 那Trizzer羅倫呢 這一大的特色是他這個 騎兵單位的增傷傷害非常的高 不論是他的這個閃避馬 或者是駱駝攻擊力都傷害非常高 那最主要是打駱駝比較多 那駱駝這個單位 他的增傷傷害是蠻誇張的 可以跟這個印度斯坦的攻速駱駝 做一個拼比 那Trizzer羅倫後期的主力 是為他的寶兵 這個環刃頭子手 配上自己的駱駝 還有這個閃避馬 是蠻常見的一個組合 那Trizzer羅倫他的前線衛隊 也是讓他駱駝很強大的一個原因 可以讓他的禁防增加4 而且象弓也可以 所以Trizzer羅倫後期也可以打象弓 但比較少見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WP圖倫最大的特色是 他捕魚的時候是雙倍的 裝肉運轉量 不管是漁命啊或是漁場 或是兩倍肉量 那WP圖倫的戰毛筆 攻擊速度也很快 相公也是 那WP圖倫升級時候也會獲得200木材 這200木材 讓他在打海戰的時候優勢非常大 直接給200木 這意味著你可以多比對方 按三艘戰艦 或是直接三碼頭 直接爆三艘戰艦出來 兇死對手 不過這個地方比較特別的是 中間是沒有辦法連在一起的 所以你的戰艦只能到這邊就停下來了 那要再過去的話 只要還要再蓋一個碼頭 所以這邊其實有在 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你的刺 要先去看一下對方碼頭下的地方是在哪裡 然後再去做一個擬定作戰的方法 那WP圖倫的後勤呢 主要是打這個大象 相公還有這個步兵的部分 那步兵的部分呢 他的軍營的科技 全部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很快速的就可以升到 劍兵勇士還有這個奇兵 而且他的步兵呢 在點下無吃鋼之後 可以無視防御的效果 那之前一直說 打這個垃圾兵效果沒有那麼好 但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算沒有那麼好 減個二防 減個三防 就等於是你增加了三攻的意思 或增加二攻的意思 也不是說完全不能用 只是這個投資比 可能要自己算一下 那我是個人覺得還是要點 如果真打步兵的情況下 一定要點 因為有發現我的話 長狼太容易被人家誤會了 所以還是補充一下 這個之前對達魯P2的一些解釋 那接下來看到達魯P2的升級 已經看到了 哇 24P上封建時代 但是驅逐人這邊是21P 然後是打棒棒 那他其實也不是24P 因為他有出漁船 所以漁船每一艘都會增加一P 那Viper這邊是打一個棒棒開局 先行騷擾捕魚的這個漁船 那如果達魯P2先上封建時代的話 應該很快就可以守住了 一艘火戰船出來 馬上就可以守住漁船 這個捕魚的地方 剛好都在這個深海區域 民兵沒法過去輸出 驅逐人這邊是打算開在左邊的魚 他不想要跟對方打纏鬥戰 打這個海戰 所以把這個漁船 蓋在右邊這裡 這個鮭魚群很鑽喔 這個非常近 大魚直接補進來 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這樣地圖對Viper來說應該蠻好的 這邊再圍過來就圍到底 那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圍一下而已 用這個成人中心聯訪 後面這個地區就是他的安全的開農區域 黑拉其實差不多 兩邊都是成人中心遺漏在外面 但黑拉這邊可能要圍的地方會比較多 這邊可能要再圍 好 那Viper是有吃果子的 但是 黑拉這邊是沒有吃果 欸唷 這邊一個神圍 但是又敲爆木牆 哎呀 被收掉了一村 Viper這邊的失誤喔 雖然他秒圍了木牆 但黑拉也是秒打木牆 直接把木牆打爆 其實殺掉了Viper一村 非常漂亮 OK 繼續講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真的是 比Viper來說難圍一些 雖然這邊也可以圍到底 那Viper這邊沒有決定要大圍喔 這邊其實可以大圍到底 那可能沒有探圖探得很徹底 所以有一些地方遺漏掉了 好 這邊先出了一艘火戰船 那 黑拉在左邊地方也是出了一艘 兩邊都各出一艘 好 出於一個風扇投資型的打法 那Viper如果要繼續打海的話 可能這邊要再補一艘碼頭 才比較容易打贏 但不管怎麼說 趨著羅倫這邊打海戰 是稍微裂雨 WP圖人 WP圖人這邊的海戰是稍微強一些些的 好 那這邊 漁船能夠打掉嗎 唉唷 好像砍掉一艘漁船 只剩下兩艘了 好 但是黑拉這邊是海陸 都進攻 攻兵也在出 這裡補上了一個瑪塔 看來不出戰艦也是不行的 棒棒的騷擾眼鏡沒有用 哇 這個毛病後面算是城鎮中心 但城鎮中心附近完全沒村民 也不能射箭 這邊看到火戰船被吸引過來 紅鳴直接走進來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喔 出不去 駱駝刺猴 再一刀就可以擊殺掉了 但是攻兵第一時間把駱駝給收掉了 哇 這一隻 刺猴 有點強 直接衝到城鎮中心下 但還好最後已經收掉了 好 WP這邊死兩村 黑拉這邊是一隻漁船 所以目前是WP若後兩村 好 那海戰的部分兩邊都是做一個對打 但是黑拉這邊有把自己的戰船給控好 血量還是拉的蠻高的 好 那下放這個地方 黑拉 黑拉是有兩艘戰船 所以WP這邊要存到三艘左右 再出去騷擾會比較好 欸 但是這邊出一個自爆閥 OK 好 WP這邊點下了一級農 黑拉則是點下了一級木 好 那兩邊都會點一級木 OK 黑拉點了慢一點點 打一個超級強軍師 那這邊 WP的兵全部被收掉了 不是WP 黑拉的 黑拉的兵都被收掉了 那目前看到 WP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其實打的還算是蠻 算保守嘛 就是沒有那麼偷經濟啦 不然其實有時候 他可能想要樹上城堡 就不會點這個一級射 這個海用弓兵跟毛兵去偷射 這個戰艦是什麼畫面 怎麼射都是ED 還是要射射一下 好 好 彈戰艦過來 補一下傷害 OK 結果WP自己的海上戰艦 有點打輸囉 好 下方這邊 去引誘對手過來 二打一 OK 沒問題 先往回拉一下 彈之暴發過來 炸了一波 殘血回頭看一下 能收得掉嗎 哇 黑拉這邊即時拉走 回頭再打一下 村民修 哇 兩艘殘血 這個 這個 這個太 太尷尬了 正面的毛病 沒有在控 攻兵 兩邊打到有點誤誤開 哇 這個讓黑拉賺爆了 兩艘殘血戰劍 哇 麥克爾這開一局 直接大獵 真的是獵開那種大獵 這可能要直接去撞漁船 蹦 稍微消耗一下對方的捕魚效率 OK 戰劍再出來 想要直抽後方 看能不能抓到殘血的戰劍 這兩艘殘血戰劍能跑得掉嗎 這邊看到視野 但是逃不掉了 先燒一下 兩艘能收掉就很賺 可以啊 白河中午用這艘戰劍換掉兩艘 這樣的話還不到非常虧 還能接受 那黑拉這邊則是點下的全寶賽 非常快 這邊可能是因為捕魚效率吧 雙倍肉量運載量 不是 不是美感啊 非常有感 這邊再捕了一艘漁船 那目前工作效率來說 還是黑拉這邊大於viper viper只有70%這個工作效率 但黑拉這邊多7% 真的很多了快要10% 好 這邊升到了城寶賽的viper 也點下 裡面的豬跟羊只吃了一隻 這邊工兵直接走進來 第一時間沒有收村 所以讓對方的村民有機會進來 射掉了一村 viper這裡打得蠻漂亮 是黑拉這邊 其實把他們兩位顏色搞錯 好 OK 這邊工兵過來 補下了二級射 跟法木技術二級木 還有弩兵的升級 可以啊這邊升得蠻快的 來一個正常的工兵路線 這邊繼續盧小 但viper正面要遇到的是弩兵 結果弩兵直接被擋在門口 那viper這邊轉世轉下了瓶爪還有馬凱 這邊應該是要來打這個 發力無母娃騎兵喔 俗稱了閃避馬 雙馬就已經補下了 斯里瓦姆啦 斯里瓦姆殺騎兵 這邊直接被圍起來 爆打一波 這邊再低調 這邊偷開一個城鎮中心 白河這邊後方也是點下 閃避馬出來 看到對方的投石器 那這個投石機呢 打入P2人喔 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所以他現在也很適合打這個 生頭戰術 工程器減免木材的關係 所以一開始的木頭需求量沒這麼高 這邊閃避馬想要直接衝嗎 有點危險 就右邊的海域 白河卻拿下來了 兩艘彈箭中心把右邊區域拿下 但左邊已經被控住了 上面都是大量的建築物喔 頭車跟修道院 那這個時間點 黑拉可以把這塊黃金拿下來 可以多挖一點 去著羅倫這邊點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好 投石車稍微攔截一下 後面戰箭卡個位 火戰船燒得太痛了 而且後面還有僧侶 哇 這一次衝過去三隻殘血 黑拉的防守做得很漂亮 好 直接抓掉了 村民 兩隻收掉 OK 還是漏洞進來 直接抓掉了兩村 還不錯 三村了 四村 欸 這一隻還差一下 五村 哇 殺了五村之外 還打掉了兩隻奴兵 六村應該有機會 哇 六村 黑拉這一波有點傷到了 家裡沒什麼兵可以防守 這個洞進去讓黑拉經濟受到了大重創 工作效率只降到了剩下55% 那這邊就要看黑拉這邊要不要點一下 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反正他的軍也是半將 這時候升重裝長槍兵其實蠻划算 當然也可以用奴兵繼續出 但四裡無摸殺血兵是 康特這個奴兵的 對於打奴兵來說是有很大的幫助 這邊都已經鎖死 當然血量很殘 要打贏有點困難 還是要先抓殘血的村民 還在繼續繞 這邊看到補下了一個大學 結果正面好像突然打贏 哇 VIPER在控 這一圖的時候 正面也偷偷打贏 我們偷偷回去看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是剛剛VIPER 在衝進去這一波的時候 我們兩倍出來看 投石車先砸 直接砸掉兩隻老頭 再來用台投石車換掉另外一台投車 直接一換三 哇 這個投車非常亮眼 然後家裡這邊繼續繞 這邊休息收到投石車 哇 黑拉中間突然爆開 這邊是故意繞的啊 想要吸引黑拉的注意力 但黑拉回頭一看的時候 就發現戰艦已經被收光了 哇 畫風真的是突然一轉 來和前後放打得非常漂亮 其實我們在館長 有時候太關心在看這面 我們在打雙線的時候也打得很漂亮 來和這一波 打得 把他的身價給打出來了 經濟差距 有點拉近 但是VIPER這邊臭米樹還是落後的 這邊可以使用自己的騎兵去抓掉投石車 沒有問題 直接收掉 這邊可以收得掉嗎 神驢 這個召劍沒有召掉 黑拉這邊很虧 看投石車這邊又掃了一台 這邊趕快去抓下漁船 好 看到漁船了 這邊直接路過 看來他的目標是要 直擊城鎮中心 但這邊時候沒有挖川 應該是過不去的 好 直爆船 過來 撐一下 投石車爆開 目前看起來兩邊交換的 算是很正常 沒有到一個 兩邊到一個誰巨虧的 雖然VIPER的前期有點落後 但這一波攻勢 讓黑拉的經濟 受到了蠻大的一個損傷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台VIPER還是有一定的機率 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就要來看一下 後期的轉兵要怎麼打 好 那黑拉這邊點下手推測 經濟打一個最好 那VIPER這邊很危險的地方是 他沒有點下二級伐木 經濟有點慘 有點會像 最近大家打直接比賽 都忘記點二級伐木的一個問題 經濟直接一個不行 就是忘記點二級伐木 打到後期垃圾兵的階段 很容易打輸 好 裡面有一隻生鋁 在裡面瑟瑟發抖 趕出來 一出來就被四隻 五隻騎兵包圍 還有兩個投司車 好 這裡面要繼續 欸 結果看到蓋城鎮中心 直接抓包 黑拉這邊偷蓋被發現 直接取消 這邊一個勝路走了 自爆船過來炸一下 OK 這邊升到火戰船 火戰船升級 欸呦 工兵直接點掉生旅 偷點了一下 再稍微加速一下下 兩邊打得 欸呦 全倒 剛剛才想說 這個看起來就是要全倒的樣子 因為他這個路徑是看起來沒在空的 直接倒光 哇 雖然倒光 但黑拉這邊已經點下了 帝王スタム 呃 Viper 這邊則是點下了一擊攻 三城鎮中心 開農 後面布下了一個魔防 欸 這個自爆船炸到了城堡 是不是 哇 這個關鍵畫面我們再來看一次 好 自爆船過來 想要炸投石車 結果投石車 直接連城堡也一起炸掉了 Viper這邊直接損失一棟城堡 好 要花大量的黃金 直接又要再去買一棟 這一波讓Viper可能會變成 他的敗陰喔 這場的敗陰的原因 都鬼了 我覺得有可能Viper已經輸了 這邊直接損失650石頭 然後這邊又再花大量的黃金 去購買一棟城堡 然後自爆船就過來 想要再炸一波村民 兩隻 還可以接受 第二艘又來了 喔 好刺激 哇 你不要過來啊 哇 又炸到 好 這個被波及到了一下 還能接受 Viper這邊損失的有點慘 那黑拉這邊點下了這張藏槍變成升級 看到這麼大量的沙裡 所以魔瓦殺奇畢已經殺到了家裡 這個洞已經打開 後面已經在圍 但這邊沒辦法圍住 還是可以溜進去的 第一時間先打一隻村民 沒有說村 但是槍槍畢已經升級好了 開都 正名義都都到了一些 好 常常民繼續戳 哇 這邊直接關本獸 出不去了 這個關廁所 關得很漂亮 常常民過來 哎呀 戳爛 沒有辦法 這個 常槍兵打得漂亮 這個 鎖死 這邊稍微 照一下槍兵 直接把防子滴掉 讓所有的槍兵出去打架 打了一發 全殘 好 那這邊是鬧地龍師代的黑拉 第四天按下了巨型投射機 那白河這棟城堡應該撐不太久 雖然自己也點下了帝王師代 這邊已經開始產出大量的奴炮戰劍 那其實打路P2人喔 這邊也可以考慮出個樓船 但樓船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戰役的樓船感覺特別強 但是 在一般這個情況下 就是比賽中的樓船 好像沒有特別強的感覺 好 白河這邊選擇撤退 結果這邊戰劍 即使想用來抓 但沒有抓到 太多 只有三寸而已 還可以接受 撤離的還算蠻即使的 好 那這塊黃金應該是 沒辦法繼續挖了 均勻投射機 這裡沒空好 好 邊界兵出來了 然後打路P2人的邊界兵呢 他的地下的蓄能傷害 是擴散傷害 應該算是範圍傷害 非常痛的 所以即使是 即使是遇到 屈子弱人喔 這邊出弓兵阿 或者是打這個 環刃投擲手 都要小心他這個邊界兵的傷害 被摸到了一下 就不得了了 好 大家目前看不出來 白河這邊的戰術 是想要打什麼 這邊是按了一大堆肉嘛 家裡經濟 目前還是落後於 黑拉這邊 黑拉這邊經濟還是好一點 領先二十村民 OK 這邊還是要打一個 還刃投擲手的路線 沒有打算打相公 這個情況打相公 不確定耶 現在哈這邊轉級兵 用還刃投擲手也可以解決 給外面的城中心爆開了 但還刃投擲手打垃圾兵好用 但很害怕對方的工兵單位 達洛匹圖人也很適合打強奴 跟相公路線 如果是要走還刃投擲手路線的話 就要配一些駱駝 還有這個 騎兵單位 在前面打 還有這個斯里魯摩瓦殺騎兵 組稱的閃避馬 可能要走一個騎兵配上 寶兵單位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這個打法 果然 達洛匹圖人這邊看到 到VIPER這邊打還刃投擲手 點下了強奴 配亞這邊的戰術 他很清楚這個組合 用什麼東西打得最方便 等一下 拇指環跟縱形奴炮船的升級 巨型投擲機慢慢往前推進 VIPER的經濟有點慘 剩120射村 先騎兵可以抓到 上方這一塊金居然發現沒人在挖 這邊偷偷撿了一個聖物 兵建兵走過來 想要來透一下村民 可不可以打到呢 爆炸傷害 哇 獲勝爆炸 直接瞬間收掉山村 但是好像沒有打到非常多 因為沒有聚在一起的關係 這個爆炸傷害並沒有非常明顯 結果打一打怎麼突然不打 有內鬼啊 終止交易 欸 有一隻棒棒走出來 這應該是按錯的 黑曜拉沒有升級棒棒 好 家裡一直被拆 這個裡面的修道院 生物可能要趕快搬走 趕快搬到裡面 這裡面滿近的 趕快撿一撿 但對方的勝率也想撿 看到清奇兵 輪退 但後面強弩打清奇兵傷害很高 哇 這邊肉馬送掉 對VIPER來說 會有點傷喔 三級防還沒有好 就往前衝了 沒有辦法 如果不衝的話 一定會被撿走了 VIPER這邊現在是 打一個且打且退戰術 這邊想要讓 HERA這邊多線 防守 這邊防守打得很到位 這裡還補了一棟房子 後面又補了一棟城鎮中心 反正是VIPER這邊 很容易被強弩直接打穿 這邊可能要再繼續撤 現在VIPER要打得贏這一坨強弩喔 只有投石車 還有戰毛兵 還有火炮 比較好解決 好 直接打了一炮 OK 果然出火炮了 所以目前VIPER可能會家裡全部使用火炮來防守 是比較便捷的一個方式 然後或者是打這個沙里姆瓦殺騎兵 閃避馬 但閃避馬的數量夠多 才打得贏 而且甚至可能要頂下精銳 效果會更好 這個生物看起來 要被全部搬回去了 好正面打不進去 決定撤退 這裡可能要聚集一波兵力傷害 直接打一波 包夾 這一波包夾 看一下 右邊 右邊也很煩喔 這個重型奴炮戰船一直在打 好相公直接 哇 開了出來 痕跡還是精銳的阿 但是 WP人的相公是 血量偏少 沒有品種 但是攻擊速度很快喔 增加25%的攻速 這個是大象版的蒙古阿 但是WP這邊收掉了3台巨頭 還不錯 但是WP這手打出了GG 這邊相公他真的沒辦法解決 這邊只能出全部閃避馬 精銳的才有可能打得贏 WP還有3000多塊錢 沒有花完阿 他這邊實在太省了 他可能想說用火炮解 但是看到相公之後 覺得發現用火炮沒有辦法 所以最後才打出了GG 那HELA這邊更狠 直接圍了一個超大的 萬里長城 直接要來封鎖這塊黃金礦 想要直接把他挖幹 很可惜 HELA這邊打得還是很漂亮 不管是海戰或陸戰 打的這個時機點都算還不錯 那我覺得最關鍵的一個地方 還是這棟城堡 如果這棟城堡沒有被自爆城給炸掉的話 打APP的上帝龍時代時間會再更早一點點 可能經濟就不會這麼慘了 那這棟城堡有點讓他突到一點經濟 這也是個問題 那區德羅人這邊打法 其實後期就有點比較限制住 因為他沒有這個近戰三攻的關係 所以打其他兵種會比較顯得薄弱一點 那如果要去打沙利無瓦殺騎兵的話 也是需要大量肉量 但這邊能種的田並不多 空地有點少 那除非要在這邊去撒農田 才有機會把這個肉量給撐起來 肉量撐起來 才可能出更多的騎兵出來用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黑亞這邊拿下所有資源的勝利 果然他這邊經濟非常好 贏了13000分的分數 那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所以BIPER到了快要結束起來 41分鐘 才點下了這個二級伐木 我覺得二級農到這個時間點還可以接受 像黑亞這樣子 那二級伐木真的沒點真的太傷了 直接差距了20分的這個經濟差距了 也有可能是心態炸力 他最後連手推薦也沒補下 所以說這個經濟科技如此重要 這個大家一定要銘記在行 只要經濟科技一步點 後期絕對是沒有贏的機會 對方經濟太好了 反正你經濟很差 怎麼換都換不太贏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